大家好,我是爷爷 上次不是有朋友把肉肉鸡养在我们家里的吗 因为我们这边最近确实是太冷了 晚上我们家的那个肉肉好多 就是像纸乐一样 它里面就全部结成那种像冰沙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说今天我要去看一下它的肉肉 看有必要的话还是给它搬在屋檐下吧 毕竟我家里的肉肉我挂了之后 内心上会好过一点 如果是把朋友们的肉肉给养挂了之后 我就觉得会很难过 有点对不起大家 走吧,我们去看一下这些肉肉 然后顺便今天给他们搬个家吧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 现在正是冷的时候嘛 如果后面越来越冷 给这位朋友冻挂了 我会于心不忍的 我们家里的肉肉就比较超 随便让它在外面 冻挂了剩下的都是坚强的 但是本来人家就只有几颗 然后再给冻挂了就不太好 走吧,我们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 还是放在这边的 这位朋友的肉肉 看一下 大体还是看着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感觉这个 这个纸卡的椰子 还是有一点被冻了 你看吧 痘痘有一点 有一点累了 那就是累伤吧 然后把它们攒一下 攒一下 攒在那边屋檐下去 好了都给它们搬在屋檐下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肉肉的一个现状 现状颜色还可以 也很乖 就是有一点感觉有点灰 不亮 尤其是这个火季 你看嘛 有灰就不亮 但是这么冷的天我不敢给它喷水了 也不敢浇水 等它吧 等到春天就漂亮了 等过一段时间给它 就是不是那么冷的时候 再给它清洗一下 看这一颗 冻的 还是明显感觉有那种被冻过的那种感觉 就里面感觉很透透的那种 但是这种小小的都会恢复的 这一颗是纸卡 看吧 纸卡椰色 感觉有那么一丢丢的泪伤的感觉 不过整体还好 应该问题不大 先端屋檐下 端屋檐下再说 其实上次有朋友 给我发信息说 它家里 就放在家里 没有露天的肉肉都被冻坏了 所以说 其实现在天气温度低啊 朋友们放在家里的肉肉 记得也要防复 尤其是低于五度以后 一定要给它们保护好呀 不然的话 我们就只有收空盆了 太厉害了 今年的霜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